欢迎大家来到新青年历史,本期我们来看一看袁世凯和晚清四大明臣们还原后的动态影像。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袁世凯,袁世凯1859年出生于河南相城,故有人称袁相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战训练新军, 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立总督和北洋大臣,一时全新朝野,新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逼迫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了清朝,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1915年12月,全域熏心的袁世凯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再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有人说他是毒夫民贼和窃国大盗,但也有人认为他对近代化也做出了贡献,对此大家怎样认为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们的动态影像。 这张照片是张知栋,他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中学为体系学为用,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学堂,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野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各式工厂。 张知栋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也是坚决抵抗的,这点正是他与李鸿章的最大不同,但他身上也有许多旧的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当然这也是那个时期历史人物的普遍缺陷,我们对他也不能过于苛求。 这张照片是1875年的左宗堂,左宗堂是著名的乡军将领,也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关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冯尔等克敬侯,一生参与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志回变和收复新疆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在他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务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民运动的消极一面,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这是曾国藩的画像,曾国藩是晚清湘君的创立者和统帅,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熬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正义奈反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连老, 不可为官自傲,他秀身立即以德求官,立志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官制两江总督,直立总督,五英殿大学士,冯义等义永侯,嗜好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公。 这张是李鸿章的照片,李鸿章是晚清的外交家,军事将领,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人多称李中堂。 李鸿章早年岁月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碾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怀军,因战功着升至直立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冯义等苏毅博,期间着手办理洋务,创办了北洋水师, 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但也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受到诸多诟病和批评。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持续更新更多历史人物的动态影像,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加转发,下期再见。